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 這邊是鯉魚潭水庫的大壩 可以看到後面 正在進行洩洪 也很難得可以騎這台CP650啊 到這邊看一下這個鯉魚潭水庫洩洪是多麼的壯觀 ні 92 3 2 4 20 20 2 18 就車禍 這樣子可能有一段時間不能騎機車 好那沒關係那今天看我騎就好 沒關係我等一下帶你去一個 我的秘密集定 好 嘿嘿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一個秘密的橋下 我簽來這台CB650R 是2022年最新年式的 這叫做丹寧藍 你沒有發覺我特別喜歡藍色 有啊 連那個手套都藍色 其實我覺得這個藍色蠻適合你的 怎麼說 因為它比較沉穩 比較沒有那種 你跟你說跟我那個Grom那個 非常鮮豔的藍色是不太一樣的 那個比較活潑 但是我覺得這種藍色比較適合 而且它都是效光的 對啊小的一定要那個 看起來活潑 但是這個大的就是很內斂很沉穩 平常不跟你增速度 但是要比速度也不會輸你的 還是可以 不會輸人的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針對動力來做討論 在先前我們有試過這個CB300R 我覺得其實已經蠻夠用的 這台CB650R 它這個馬力在帳面上來講 大概好像是76.5吧 但是我剛剛騎過來路上 我自己覺得我好像只要30馬力就夠 你的習慣大概30-40就差不多了 對啊 因為你沒有要真的要索壓 因為我剛剛在路上我有講過 就是我如果是時速定速在這個60-70左右 然後用6檔 它的轉速大概就是3000轉左右 那個時候非常舒服 就感覺跟開車一樣 這台的話 我剛剛牽來我感覺就是 好像我自己的車子一樣 很親切你知道嗎 很舒服 對對對 而且看它的座高 不高 就是 以我來講 跨上來的話 沒有任何壓力 我不知道如果是那個身高比較小一點 女生可能 會覺得腳有點 有點墊不到地 而且車重比較重 對對對 這個有200公斤 我們來聽聽看這個排氣聲浪 我覺得這個 引擎的聲浪真的很舒服 很綿密 嗚嗚嗚嗚的 它這個動力感覺起來是有分斷 就是 你一開始低轉速可能沒什麼力 動力要一會才出來 但是它到了3000會是 一個爆發的階段 然後當你加到7000的時候 又是另外一個階段 嘿嘿 我們又到了毒蛇時間 讓我們請來好久不見的 Louis國玉 然後來問我們解析這一台CB650R 整體而言我覺得 它的那個 細膩度 比那個 你之前做的那台CB300還好很多 好多了 像油箱是金屬 之後 它有一些我覺得是比較細節的做工 的確那個 就是它的塑料感不會那麼重 之後呢整體的感覺會比較 細緻一點 我覺得每次跟國瑜在一起 就是會被勸敗 像上次啊 騎到CB300R 我那時候就發了毒誓 我就說 出檔險我就買 結果還真的出檔險 網路下面就有人留言說 什麼時候看到我的CB300R 該買了這樣 可是今天騎這個CB650R之後呢 整個又不知道該怎麼決定了對不對 我覺得你可以買這一台 對啊 因為車重 它是比較穩的 的確 對之後呢 對你來說的話 可以再買一台 等於再買一台小車 因為CB300R 它的車格其實 就比功稍微大一點 就是跟白牌很接近 但是如果你長途 這樣是你會騎CB 風很大 喔對長途這真的很舒服耶 就今天 有那個很強的側風過來 感覺都沒有搖晃的感覺 穩穩的 那像我上次騎那CB300R在CB 大車一經過 就好可怕 風壓就推過去了 嘿今天很高興 跟Louis國瑜 聊了這麼多車子 來順便來講一下這個 我最新買的這個秀魚的帽子 阿哥要不要嘴一下 不要 我覺得它好讚喔 而且你的那個 這個沒得嘴的是嗎 我覺得 我覺得它質感還蠻好的 硬要嘴就只剩下 它是四分之三啊 對啊 用這麼貴的價錢 去買一個四分之三帽 你覺得值得嗎 其實 不過我覺得它 它的那個質感還蠻好的 秀魚的質感都很好 而且它的那個 精度 它不會那種 人人的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要求 他們的錢堅持 好 我覺得今天這個CB650R 是一台不錯的車 值得長鄉陪伴嗎 可以 我覺得很讚 那等一下我就要沿著 台山線一路騎回去啦 今天河北很多人追交 應該會 很多會 好 最後再去讓一個139回來 OK 好 我們謝謝國瑜 拜拜 我們先看 好的 Zither Harp 大家好,我现在位置在石缸水坝 接连几天的好雨,今天终于放晴了 但是山上的水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石缸坝正在泄洪 非常的壮观 能够骑CB650R来这边看石缸坝泄洪 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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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